我们原来是同事关系 他是我的上级 我很欣赏他的工作能力 但是我们在一起后 我觉得他只顾着工作 从来不会在乎我的感受 我现在呢就想以事业为重 想着以后能给他更好的生活 可是呢他却总又不能理解我 他的性格特别急 经常因为小事和我吵架 我平常想和他好好的沟通 他总是以工作忙推辞我 我平时呢性格可能是急了点 但是呢我对他肯定是 全因全意地好 那以后能给他更好的生活 我感觉这也没有什么错 他一点也不注意和异性的关系 平常总是和异性联系 特别紧密 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但是呢他却总是拖延 对此我也很苦恼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赵先生55岁 来自长春公司经理 有请赵先生有请 崔女士 45岁 来自长春公司职员 有请崔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啊 这是你老板吧 对 也是你男朋友是吧 是的 是的 当您的这个部下多久了 这位女士 我们在一起工作能有五六年了 变成男女朋友关系的 变成男女朋友关系 两三年的时间吧 就是谁要来的呀 是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因为我们已经相处两年多了嘛 我感觉我们应该到这个领证的环节了 我一旦要求要结婚 结果呢他一而再再再再推托 就是不跟我结婚 不跟我领证 所以今天是呢 我现在挺迷茫啊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来 催婚的 算是吧 这个借助您的力量 那个完美这个力量 让我结婚 这个怎么了 发现什么问题了不想结婚 我就感觉他就是一个工作狂 从来都不在乎我的感受 是这样的 在六月份我生日的时候吧 就没有礼物 琪琪我的朋友 我同事啊 发婚后圈都送花的送花 送礼物的送礼物 还有老公送红包的 你知道他送我什么吗 他竟然要我加班 是你们俩一起加班吗 是我们两个一起加班 那不是也很浪漫吗 加班以后吧 我想大概是十点多了 再吃点东西吧 宵夜 对 你可知道吗 他就给我点得快餐 我这么抠呢 本身呢 从我这个个人观点来说吧 节日也好啊 生日也好啊 我本身看来不是那么太重 我认为过生日 只是老人和小孩才过生日 咱们这个年龄 不老不小的过什么生日 而且琪琪呢 我认为琪琪啊 这都是年轻小孩做的事情 就咱们都是成年人了 没有必要跟他们到大街上 去挤啊 又人多人挤人 人挤人呢 那咱们两个在公司加班 也没有人打扰咱们 就咱们两个自己 那不也是一个很好的期 郭琪琪的这么一个观点 所以按您的解释 您并不是不关心她是吧 这是您自己的一个生活理念 或者叫观念 并不是不关心 是这意思吧 对 其他的事关心吗 还是 其他的事吧 你看我有一个闺蜜 你说出了一个男朋友 咱们给爸爸关 订了那个周六的时候 吃饭吃什么呢 吃烤鱼 都等了六点了 她还没来 我们就烤鱼 都快烤干巴了 知道吗 六点半才给我来个电话 说她在公司加班 这简直就是个工作狂 这是为什么呀 是是啊 那天呢 我们上午是确实是挺好了 说晚上六点呢 她跟一个闺蜜呢 我们又见面 但是下午呢 我突然有一个重要的客户呢 突然来了 来了呢 我这个必须得接待呀 因为牵扯到这个单位 或者公司啊 下一步的一个 有一些事情 我就必须得接待 结果我就给忙忘了 她平时在家 对我就像对下级似的 让我又扫地又拖地 一整就说 这碗刷不干净了什么的 净事儿 在公司里也挑吗 在公司里 她对我说话也是这样子 这个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我特别注重卫生 不是 您这样卫生自己洗呗 自己洗最卫生吗 我平时吧 可能在外边挺忙的 忙了一天了 回去之后吧 可能是瞎我活吧 我也做 也不是不做 她不忙吗 她相对来说 她肯定是没我忙啊 因为我们这个职位不一样 哎呀 得多高级的职位啊 也不太高 比她高一点 就是不满意您 挑您的理儿对吧 那跟家里人相处得怎么样 双方老人都怎么样 都见过吗 谈了两年多 是这样的 就是你看看我妈妈 在厨房做饭 她根本就不去看 到饭桌上聊两句吧 就聊她的工作 而且她的语气也不对 喊我的手也是特别的大声 我妈说这个声音太大了 就是说感觉她脾气 也特别的急 特别的不好 所以去我们家以后 我们家别人都不太同意 跟我们两个继续相处 等于从朋友到家庭 都反对你们俩在一起 是这意思吧 对 是的 是的 这是为什么呀 这个说话声音吧 是这样 平时我都是可能性的比较急 说话声音呢 有时候可能是比较大 但是并不是说 故意地到她家去了 发脾气还是什么样的 那您去人家得搭把手啊 可能是不是太多啊 平时也干了 另外说话声大吧 可能我是多少年了 养成这个习惯了 并不是说跟他们家 到她家了 说话声音大 我在我自己家 和我自己的父母说话 有时候也这样 就是多少年养成这个习惯了 行 反正您这个理由 都特别充分啊 跟这么一个您嘴里的 这个工作狂在一起谈恋爱 因为没什么意思吧 没意思 比如你看晚上吃完饭了 一起上小区溜过湾什么的 多浪漫呢 享受一下生活 他可得好 一家玩就家到十点多 十二点多 我方便问一下 两位的这个 供职的这个公司 是个什么公司吗 是一个 确实需要这个 每天都要加班 加到那么晚呢 不是每天都加 就是一个培训机构 培训机构 对 不需要老加班啊 不需要老加班 他经常在加班 你知道吗 他都不如我家那个帽 陪我的时间长 不是 那您应该了解他 他是真在加班呢 还是说 我跟你说呀 他经常带领历历历吃饭 从来都不带我 这个他就是有点误会我了 因为公司 配备这个女秘书吧 是以前就有 是在我们确实这个关系之前 就存在的这个女秘书吧 女秘书吧也是工作需要 你可以带我呀 我也可以 不不不 听人说 听人说听人说 听人说听人说听人说 那咱们这个关系不行 你有你的工作范围 秘书有秘书的工作职务 平常我们出去有一些业务啊 往来的时候呢 跟客户沟通见面呢 有的时候可能 就必须去带秘书去 那我带你出去说 算怎么回事啊 你可以换一个男秘书啊 因为出去跟有些客户 对接的时候呢 可能我不方便出头的时候呢 这个用女秘书出头去谈的好一点 这不有句话男女搭配嘛 那两个我也是男的 我都用个男秘书去出去谈一会儿 那怎么谈呢 另外这个公司人员配备 那也不能说要你说了算呢 你一样换个男秘书呢 就换男秘书 那这个是不成立的 他对别的女下属特别好 我们当然先来个女大学生 他可倒好 对人呢 小红你去干点这个 你去把那个干了 你知道吗 有天啊你小红 打个喷嚏 他马上就去给人买药了 大经理啊 这点事你也自己干 这个是这样 这个女孩 女大学生是怎么回事呢 是我一个小学同学的孩子 家在外地 头一段时间呢 跟我说孩子毕业了 到你单位去实习一下 我是这么一个关系 因为这个同学嘛 不在当地啊 所以说我就得 当自己家的孩子 那么去照顾 说我对同学家的孩子 我能有什么非分之想 他就是想歪了 而且呢 他也不理解我 那我打歪的拼搏打拼 也挺不容易的 那我就想呢 我多付出一些 多赚点钱 那我多赚点钱 那不也是为了跟你 以后有个更好的生活吗 也可以说为了咱们两个 以后更好的生活 你比如说原先 我体重是160斤 那个现在给我造的 现在剩120斤了 您是怎么瘦下 这40斤的呢 我们就特别好奇啊 成天公司的事儿 运作我也得去操心 我也得去想 我家庭的事儿呢 面对他我也得去 怎么去想 因为经营他 和经营这个事业 他俩难度是一样大的 我听这位女士讲 好 您没怎么经营他呀 我也经营 他可能就是太夸张了 把我这个不好的面 说得太多了 把我们好的面 可能没太多了 您还有好的一面呢 那肯定是有啊 那能没有一点不好的 是非他不娶吗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我们 当初认证的时候吧 我就认定他了 他这个人的办事能力也可以 而且对老人的 也挺孝顺 对我这父母啊 特别特别好 就从这一点呢 我就挺欣赏他 您这恋爱谈得有意思啊 也是办事能力强 这是对部下的要求 对吧 对对 这个对老人好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他对你怎么样啊 对我也挺好 也挺好 平时我又是忙晚来的时候吧 他在家呀 给我做饭呢 回来我就能吃点现成饭 我也挺感动的 有人说这个 有没有这个 到了结婚的这个标准了 嗯 而且呢 对吧 广说我的这个不好的事呢 嗯 但是一直有个事 我也憋得心里挺长时间了 嗯 就是说 虽然我们是后到一起的吧 嗯 但是他呢 总跟他前夫 经常总共有联系 我对于心里挺不满意的 而且一直我也没太表达出来 跟我整个心里挺压异 你这样 主持人 那个我家孩子 是不是刚那个毕业嘛 还没有工作 我就是跟我前夫商量一下 给孩子安排个工作什么的 其他以前真是不怎么联系 主要是联系孩子的事情 哦 行 我来问问你 他现在说想跟您结婚 您给出一个最不想嫁他的理由 我感觉我这个年龄 不需要一个工作狂 需要一个能够关心我 照顾我 能有时间多陪陪我的人 好 你需要一个伴是吧 对 刚才其实已经给到了 非娶她的理由了 是吧 嗯 她身上有什么缺点吗 也没有什么缺点 因为她在我的心目当中呢 可能是 都是优点嘛 完美啊 嗯 应该是趋于完美 好 你是现在不想嫁给她 然后继续说我们处着 还是心里面已经有了 跟她分手的意思 就是 还是说我 我举棋不定 我也这么长的时间了哈 也有感觉举棋不定 我感觉她对我还是有好感觉 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因为我这个年龄段 也是不是小女孩了 哦 到现在又不是小女孩了 到心里住着一个小女孩 哦 挺纠结的是吧 嗯 对 您单身多久了 八九年了嘛 哦 那您呢 嗯 差不多 孩子都 都是谁在带 您的孩子是跟前夫 还是跟您 是我的孩子是我自己在带 哦 您呢 也是我 现在孩子跟你们在一起住吗 孩子不在一起 因为都大了 不用太管 等于两个人把孩子都拉扯起来了 现在 您的孩子也毕业了 您的孩子也毕业了 对 所以希望 认真考虑自己的生活了 对 就是这么一段 挺有意思的办公室恋情 现在男方说 哎我 想给她 也给我自己一个承诺 女生说 我觉得可能不那么合适 这女生的 到底说的是心理化还是气化 老师们又是怎么看待这段恋情的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邱比特问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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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